我是古阿牧 我今天要說一個母親有病 所以我破案的故事 女主角從小就很羨慕 她兩個姐姐被媽媽愛著 而媽媽對她卻都好兇好粗暴 還把人家頭髮剪得短短的 弄得像個小男生 還好女主角她爸 總是對她很溫柔 都會安慰她 鼓勵她 給她錢 讓她好愛爸爸 但越是這樣 女主角他媽就越生氣 覺得小女兒就他媽是個賤貨狐狸 連自己老爸都勾引 媽媽都已經用小棒棒 叫化你那麼久了 你還是沒辦法當個 好單純好不做做的女孩嗎 那看來媽媽只好讓你去投胎了 還好女主角他爸 知道狀況後 急忙跑來救出 被女主角他媽埋在麵粉裡的女主角 避免她窒息再送醫治療 而醫生男幫女主角治療完後 就建議女主角他爸 將女主角送給別人照顧 省得他被你有病的老婆殺了啊 於是女主角他爸 為了心愛的女兒著想 就將他送給親戚大神女 幫忙照顧 女主角一直到長大後 才大概懂他媽 為什麼討厭他 那事情要從這天 成為警長的女主角跟警方來調查 他們小鎮一起兇殺案開始說起 一名代號為白日衣三境的13歲女子 被人類壁後脫光光的擺在森林中 雙手朝外呈現接受救贖的姿勢 沒有被性侵的痕跡 兇手還把他的鷹毛剃光 鷹部上面擺了一塊黑餅乾 而警方發現該女子的脖子上 有沾到了獨特麵包碎塊 應該是兇手掉的 然後白日衣三境的男朋友小衰 就被警方當嫌疑犯的抓起來了 因為調查顯示 她是最後一個見過白日衣三境的人 還在她去森林裡 根本就是兇手的意思嘛 但小衰解釋了 她女朋友原本課完藥 約她開車去找人3P 結果路過森林 就自己又情緒低落的下車說要去走走 課藥的人本來就情緒不穩吧 起起伏伏的 誰知道啊 反正人不是我殺的 所以女主角就信了 反正也調查小衰一個月了 足夠害她身敗名裂了 超爽 我們就去調查別的嫌疑犯吧 接著警方們發現 前一陣子代號為 同是天涯淪落人的少女 也是裸體死在森林 脖子上也是有勒痕 重點是警方比對過 白日衣三境 跟同是天涯淪落人脖子上的勒痕 發現是同一款繩子勒的耶 因此斷定兇手是同一人 也就是說 這是一起連環殺人案兇手 簡稱為大魔王吧 之後女主角帶著助手 調查出幾個大魔王嫌疑人 第一個是這個 無關緊要 卻出現在白日衣三境葬禮上 一見到遠景就逃走的 女主角二姐夫 她的解釋是說 她路過 加上看到女主角這種警察 就會緊張 所以不曉得怎樣腿就自己跑了 第二個嫌疑人 是女主角那個 開麵包店的大姐 她有技術能做出 白日衣三境身上找到的黑餅乾 而且還一直想隱瞞 她的麵包店用的麵粉 跟白日衣三境身上的 獨特麵包用的麵粉 是同一個牌子 接著警方又收到通報 發現一名代號為 烏肉偏縫連夜雨的女孩 又被人殺死後 裸體的擺在森林中 雙手朝外 呈現接受救贖的姿勢 鷹毛被剃 鷹部被擺了黑餅乾 沒有被性侵的痕跡 身體乾淨 擺明又是大魔王所為 而警方來 烏肉偏縫連夜雨的家調查時 發現她的電腦裡 有很多她的淫秽自拍照 於是警方得到一個結論 他們從白日衣三境 跟烏肉偏縫連夜雨 都比較重情欲分析出 大魔王專門找性找熟的小女孩 殺死她們 再將她們身體的 鷹部清潔 作為進化儀式 接著警方把這20年來 小鎮上沒被破解的殺人案 都攤開來做更大規模的研究 然後發現十幾年前開始 就陸續發生過類似的凶殺案 持續有女子裸體 但身體整潔的 被放在森林裡 手法跟大魔王很像 也就是說 這可能是一起長達20年的 大魔王連環殺人案啊 於是女主角一邊洗澡 一邊回想 她小時候還跟她媽住食 她媽總是常跟她說 要乖乖的哦 這樣今晚就饒過你 所以討厭找熟女孩 又總是想殺女主角的 女主角他媽 可能也是第四個大魔王嫌疑人 她的年紀 犯了20年的案也挺合理的 接著就要開始破案了哦 女主角打算先找 她的二姐夫來問話 卻發現她在家上吊自殺了 手上還握著遺書寫著 我愛烏肉片縫連夜雨 她死了我也不想活了 啊女主角將她救來醫院後 才從她二姐那得知 二姐夫外遇很久了 那天兩人還大吵一架 二姐夫才夫妻亂跑路過葬禮 那這起事件 讓女主角暫時 把她二姐夫 是大魔王的可能性排除 因為她愛烏肉片縫連夜雨 愛到想陪她死 應該不可能會殺她 再來女主角調查她大姐 發現她大姐看到新聞報導 大魔王連環殺人案後 總是對這些死掉的女孩 不屑一顧 說她們自己贏黨 才會被人殺死活該 但她大姐被警方請來問話時 只是很生氣的解釋說 她想隱瞞她的麵包店用的麵粉 跟白日衣三鏡身上的獨特麵包 的麵粉是同一個牌子 只是想避嫌而已 就算真的是同一個牌子 也有可能是她員工拿去幹壞事啊 關她屁事啊 於是女主角只好改先來精神病院 調查她媽這個嫌疑犯 卻發現 她媽病情嚴重啊 整天想攻擊女孩子 所以早就被院方監控 還綁了起來 應該沒有外出殺人的可能 不過精神病院院長男 卻跟女主角說 真的很感謝你的大姐夫 整天來探望你媽 每次你媽失控時 都只有你大姐夫能安撫她 不知道為什麼啊 女主角聽完 馬上激動的開車要去抓她大姐夫 她認為她大姐夫 就是大魔王 因為她在大姐的麵包店工作 掉點獨特麵包碎塊也合理 加上她跟也瞧不起情欲重的女孩 女主角大姐能結婚肯定想法上接近 而且又能安撫一直很厭惡 跟男性要好的小女孩的女主角她媽 肯定是用一些 我幫你進化這些臭壁曲 當理由來安撫的 破案的第一條件就是聯想力要夠 女主角這點表現得不錯 欸結果女主角半路上 撞到一棵樹的翻車昏迷 而一個女孩子 昏迷後在醒來 通常都會有好事發生電視劇教我的 所以她在醒來時 就發現自己躺在森林一處山洞旁 她覺得很怪就走進山洞 然後就順利發現 耶 大魔王正是她大姐夫還正在玩一個新的小女孩唷 之後就不用多說了吧 大魔王當然是大吼一聲的跳出來說 別阻止老子進化這些 小小年紀就好色搞男人的臭壁曲 然後女主角就被打倒了 尷尬 這下怎麼辦 不怕 女主角的大姐贏著屍 巧巧的我走了 正如我巧巧的來 我揮一揮板機帶走了一條生命 大魔王就這樣被女主角大姐射死了 而大姐則是解釋說 真巧 我也是剛好發現我老公可能是殺人魔 所以跟蹤她過來的 反正應該能證明我跟她不是共犯吧 好最後大魔王的案子就破了 但警方發現有些女孩可能不是大魔王殺的 但下一集在調查 至於女主角剛剛車禍後 為什麼會出現在大魔王的山洞旁 聽說是因為這一代的山裡 有一種被稱為山谷守護者 沒人看過真身的猿人 幫忙帶女主角去破案的吧 反正故事就結束了 看完這個故事 我們明白有病的人真的很多 別人做的事情沒阻礙到她 她卻覺得你做這個事情有病 然後自己心情不爽的反過來 做一些阻礙到你的事 所以到底誰才有病呢 可可